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底旗下的长沙环影足 一日之内加推两次 合共70博,星期六开售 有新推出的单位比同层贵3% 二手市场的上车单位要减价才可以成交 启得有半新盘四年多获利年够十万元 以同样的预算在荃湾有两房选择 有物业顾问认为 严格的防疫措施不会维持太久 看好今年的整体物业市场 当中住宅楼价会有轻微升幅 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梯》 我是梁永祥 我是永彩 虽然整体的楼市气氛仍然受压 但有新盘凭着银马较小的卖点 仍然录得多倍的超额认够 发展商更加在一天之内两次架退单位 所指的是长沙环的影竹 新推出的单位更加有明显加价的迹象 不过最低六百多万就可以买到粮房单位 这个卖点是否足够呢?星期六就揭晓了 今年第一个开价的全新项目 行地和事件局旗下的长沙环影竹 录得多倍的超额认够之下 在一天之内两度加退 前后合共70个单位 面积全数大约320尺 开职两房间隔 在三个几月之内成交 截实最低626万 最贵765万 尺价19,700多至23,600多元 两批单位的平均尺价达到22,000元 比头一批平均大约21,380元 高出大约3% 分析今批推出的单位仍然未有包括 向东京街的座向 即是E和F室 逐个单位比较 个别新推出的单位 相隔几个小时已经明显较贵 就以项目36楼同样望向青山道的单位为例 新推出的H单位面积323尺 致实765万 尺价23,685元 比对上一批推出 同层旁边的J单位 几个小时已经贵了大约7万元 尺价相差大约1% 至于头一批推出 位置粒进去的K室面积大7尺 总售价再低几万元 尺价22,835元 差距超过3% 发展商同时公布销售安排 推出136伙做公开发售 成批的平均尺价近21,700元 致实最低621万 如果想通过按保借高乘数按揭 就要用建筑期付款 折扣率会少4个百分点 致实全数不用900万 当中大约120伙 即近九成的单位 截实在800万以下 有条件借最高九成按揭 发展商表示 截至星期二的Iman 已经收到超过1,600票 以公开发售的单位计 超额凝够超过10倍 同样属于行地旗下的上环 Kane Hill也加推20个单位 包括13个开放式和7个一房 截实570多万 去到880多万 赤价28,200多 去到超过31900元 发展商撥出12个单位 星期六发售 包括刚刚加推售价最低的单位 有上车新盘即将退出 自然就会抢走同类二手客源 市场上有不少的成交业主都要减价 当中有半新盘四年级获利不够10万元 用同样的预算 在新界区都有不少的选择 不介意交通较为不变的话 在荃湾和粉岭都卖到两房单位 同样做到九成按揭 楼市气氛未有好转 加上有上车新盘抢走需求 有半新盘的业主 在仍然有利润之下 先沽货离场 入伙无奈的启德龙宇 1A座一个高层私室 面积只有244尺 属于开放式间隔 在一个月前放盘 叫价628万 最新要减价28万 相当于超过4% 才成功沽出单位 成交赤价24590元 原业主在2017年9月 以567万2千元一手买入单位 辞货4年纪 单位升值不够6% 账面获利超过32万 不过计算今次的卖楼佣金 和买楼的印花税 实际获利不够10万元 差不多的预算 总楼价同样在700万或以下 在位置较为不便的二手屋苑 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荃湾全景花园 陆座一个中层A室 实用495尺 可以划分做两间睡房 不过向西北 望楼景为主 原本叫价660万 在近月开始放售单位 最新获得一个上车客 以635万承接 减价25万 即是大约4% 实用赤价12828元 原业主早在2009年底 就以190万卖入单位 持货超过10年 账面获利440多万 单位升值超过两倍 进一步离开市中心 去到粉岭 差不多面积的两房 预算都可以在800万以下 有条件做高乘数按揭 牵程间10座一个高层B室 实用496尺 连一个空中花园 望开阳山景 最近以700万转手 成交车价14113元 原业主也都在多年之前入市 以2010年4月的买入价 大约260万计算 持货同样超过10年 账面赚大约440万 单位升值1.7倍 转到去新界西北 天水围的江湖山庄 在今个月至今 录得20宗成交 比上月同期的15宗增加 代理表示 是因为业主普遍肯减价 个别三房单位 叫价由610万 反复减到570多万转手 赤价10500多元水平 在疫情持续之下 防疫措施起码延长到农历新年期间 市场气氛自然受压 不过有物业顾问就看好后市 认为很快会重新放款 物业顾问就认为 当中一线街铺的租金 全年有望升5% 不过有代理就唱反调 认为一线街铺的铺市 仍然未走出低谷 新一波的疫情 未有平息的迹象 防疫措施更加延长到新年期间 包括禁止万事堂食 部分生意亦都要停业 有物业顾问发表报告 表示参考以往的经验 相信控制疫情的措施只会短暂维持 对今年整体物业市场的复苏 不会有太大影响 所以总括来说 2022年黄河否认香港 虽然仍然会受不稳定的疫情影响 但看到上几波的社交距离的措施 都是一些短暂性的措施 所以拉开一整年来看 相信整体各个物业内容 虽然会见到部分的波幅 但在稳定的经济基调 和正面的一个营商环境前提下 都应该会继续回稳 住宅楼市方面 高力相信新的变种病毒 只会短暂影响市场情绪 持续的自住需求和低息环境 将会继续利好楼价 预料一般住宅的价格 会在今年轻微上升 租务市场方面 亦都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做好 当中是否能够成功通关 尤其重要 租务需求相信 亦都会随着经济上升的轨迹 而逐步平稳复苏 特别是如果和内地部份通关的话 相信亦都会对各个sector 不同的房地产指示场 无论写字楼 商铺 工业 甚至住宅 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商铺市场方面 就好视乎疫情 可不可以在第一季就受控 令到防疫措施重新放宽 预计商铺的租金 将会由2021年的低位回升 当中一线街铺升幅5% 受惠越来越多市民 倾向在非传统零售区用线 地区商场的租金升幅会高一些 不过有代理表示 虽然年初的租务成交 已经明显增加 录得大约190宗的交投 比上个月同期多30宗 不过自政府在收紧防疫开始 租客的态度又转为观望 认为就算有商户 趁租金低迷开店 但是一线街的铺市 仍然未走出低谷 我觉得未 因为始终零售贵价产品 即核心消费区 依然有下调的空间 反而民生区 大多数都是有些 去到元朗或者荃湾这些区 反而有上升的空间 我认为今年租赢市场 核心位仍然明显下调 5%租金 反而民生区可能有机会 升5-10% 虽然回报受压 不过代理认为市场资金充裕 加上港股波动 街铺仍然受到投资者欢迎 预期今年的买卖中数有2000宗 比去年多出近两成 在卖地市场方面 上个星期截标的一幅工业地 投标反应冷淡 最终低估值下限批出 虽然是逃得过流标的命运 不过中标价就不够3亿 相当于楼面赤价 只是大约3400元 有分析就认为 因为地皮只会兴建物楼仓库 潜力较低 所以都影响地皮的估值 不过地皮在上个星期五 只收到三份标书 低过市场预期 不当其时 甚至有认为会有流楼的蜜蜜 现在先休息一会 回来由梅州有讯盘 去到东涌看两个海景房盘 叫价都超过1000万 有没有投资潜力呢 回来节目时间 大鱼山的东涌 轮近机场和港珠澳大桥 冲警基建可以带动需求 令到区内的楼价受惠 区内两个三房放盘 开租被市区阔落 景观开阳之余 甚至可以看到机场海景 一起看看 疫情重挫航空业 被受机组人员欢迎的 东涌首当其冲 租赁市场大幅萎缩 由20年4、5月开始 多个屋苑都出现退租潮 不过有代理就说 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 市面气氛就比较平稳 加上团赤公路的基建优势 吸引不少新租客 现时整体租务 已经恢复至疫情之前 八九成的水平 之前虽然一些机组人员离开了 令到我们区租务有多少回落 10元一呎都曾经做过 但随着看到政府的基建 机场第三跑 其实里面有很多工程 这里也帮我们吸引不少租客 另外一些中上环的客业 其实已经比以前更加多 在这里填补之前 走了机组人员的位置 其实现在在整体的成交 已经回升了 上升到25至27元 参观区内的大型屋苑 东提湾半 在98年至99年落成 提供八座二千多房 全部都是两至三房的中大型单位 参观的放盘位于八座极高层 实用813尺 在三房连工人套房开极 客饭厅呈长盈大概210尺 向西北享有海景 还对正尺立各机场 和昂平纜车站 视野相当开扬 三间房归边 座向和景观都与大厅一致 面积介乎大概70至160尺 开职全部试正 傢俬摆位灵活 厨房和工人套房就在大门两边 分别大概60和55尺 空间分布合理 单位现时叫价一千二百万 尺价一万四千七百多元 和屋苑近期成交价差不多 投资者Alpha认为 东涌主打尺价低水 居住环境宽敞 入手这类大单位更加有保障 住到东涌通常是两种人 第一种人可能是机组人员 因为它本身是鄰近国际机场 加上机组人员当中有一定的租务市场 是来自外籍的机组人员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比较喜欢一些居住环境 比较大一点 空间比较阔一点的地方 第二就是一些比较想改善生活质素 因为它有一条东涌线 跌至九龙和中环 从而令市区一些家庭 不能负担市区的昂贵租金 基本上可以多乘两站进来 你现在再要的投资来说 反而这类大单位会比较好 参观放盘 早前都以二万三千五百元放租 折合赤租大概二十八元 属于区内比较高的水平 不过Alpha提醒 疫情对租务市场影响长远 租金短期 比较难再有上升的动力 如果可以将楼价控制在一千一百万左右 除了可以提高回报 市道低迷的时候 也可以将单位改造自住 防守性更加强 航空业其实能够立即复苏 在中线来说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你是用一个自住 或者是哪个投资角度来通冲 我觉得会好一点 一,它本身真的是 租金来说还在为二十五元 到三十元内整租到 其实这个租金比例 基本上市区要找地铁无线 基本上找不到 而且它的赤价 也大概是一万二千多 至一万三千多元 在阻挡这个价位 相比在整个市区来说 这个价位基本上 你买旧楼也买不到 今天参加这个单位 开职相当实用 只不过业主开价是尽略的 整体来说我给它四分 房盘除了享有一线海景 交通方面都相当便利 走一分钟就可以去到港铁站 生活配套也齐备 另一位投资者潘达行 就看好租赢市场未来的表现 因为交通就很方便 也有一个大型的商场 汇所也齐全 如果用这类质素 如果在外面外区 可能赤租到40美至50元赤左右 在这边来说 其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为东涌亦有大型的发展 不断需要一些专业人士 对这个屋苑一定的租金需求 两个因素加减了 其实租务未来会有一定情况的复苏 未必是短时间 可能到明年或年中或年底 可以阻挤 这个单位我给3.5分 至于看楼团团友 就认为单位的保养不错 而且开职实用 这里挺优质的 因为它属于高层 有一个很漂亮的机场景 还有一个纜车站 加上它业主保养得也挺好 虽然有20年楼历 但整体也很新鲜 如果我们家庭来说 就可以翻身一下 做一些订造机器 也可以立即搬进来住 不过如果遵循校网 小朋友的校网就会没那么理想 如果减了多一点就更加满意 这个单位我会给4.5分 除了租务市场回暖 东涌的楼价 在田海和港铁沿线工程的大洞下 去年也表现强劲 以另一个大型屋苑南天海岸为例 去年的成交尺价 一度高达一万五千三百多元 贴近历史高位 代理说 部分业主出货意愿比较强 有一定幅度的议价空间 由年头到年中 整体市场都升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到年底来说成交开始有点回落 再加上可能刚刚东涌 有一块地就流标 令到近期业主的叫价也没那么进取 好像现在我们这个单位来说 它由最初一千三百万的叫价 已经调到一千二百万 其实是市场的顺价 参观单位同样是海景三房 实用面积874尺 入门没有缘关 墙形大厅超过220尺 侧望机场 虽然屋苑并不是临海而见 但前方都有楼层较低的楼宇和阳房 加上放盘围处极高层 可以享有180度全海景 三间房都相当宽敞 面积大概70至150尺不等 不过为了遷就景观 靠近大厅的小房开积就不算规则 可能要订造家私离宝 AFA参观之后 认为放盘的景观在区内比较罕有 业主叫价一千二百万 属于市价水平 这个单位一来是一个极高层的单位 所以看到一个东涌里 比较属于A级的遥阔海景 而且由于它本身的地理位置 向下望是看到其他屋苑 一些独立屋的景观 下面是一些很漂亮的花园 所以其实从景观角度 这个屋苑望出的画面 东涌那么多单位当中比较丰富 我相信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 大概一万三千元左右一呎 我想这些价格 有机会也会行的 这些单位来说 我觉得在东涌来说 比较罕有找到 相当适合自用 所有给它四点五分 屋苑虽然距离港铁站 有十分钟的步骤 但无论买卖成交 或是租务表现 都不输涉附近几个屋苑 现时平均尺价一万四千七百多元 尺租大概三十二元 潘达恒认为 除了因为屋苑的规模带 有利交投 环境清幽都是一大卖点 刚刚的楼盘 因为它确实在地铁口旁 不处是太旺 可能假期只要有很多人 在你屋苑留下 但如果要环境好 这边的屋苑 前面基本上都是一些内缘 和一些海警单位 看到是机场的旁边 所以就避免有噪音问题 其实环境是比较有优势的 所以它比其他屋苑的交投 无论租或买卖都不输涉 他又说屋苑的户型多元化 由三百多尺的一房 至到一千八百多尺的三房都有 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 至于尺价 在全港各区当中也是低水 虽然农历年前 二手市场气氛淡静 但长远又不少利好因素 刺激楼价攀升 这个屋苑其实在早前的升浪 都有10%或以上 其实已经在楼价反映了 这段时间有少少轻微的横行 或者少少调整 但长线其实我对这个区 其实都是看好的 因为它将来有一些新的规划 会在这个区内发生 例如地铁线 或者甚至有些田海计划 这些亦都是长线帮助这个区 这个单位我给四分 看楼团团友都很满意 单位保养新城,景观优美 不只是开迹上略有不足 今天参观这个单位 侧内空间也挺理想 因为楼底够高 加上外望的景观也挺开扬 因为虽然前面有阻景 但是它有海景和有一段距离 尤其是弥补 加上它算是高层 出来的感觉也挺舒服 稍然有些三尖八角 而且它的走廊比较长 加上房间有些斜角 可能需要花多一点钱 要订造一些傢俬才能配置 这里有少许扣分的位置 这个单位我会给四分 本集先说到这里 与早年落成的屋苑 主打大开积不同 东涌近年新建的屋苑 为了迎合买家的需要 不少也提供一房小单位 自住之余,放租也很受欢迎 单位质素如何呢? 投资前景又是怎样? 记得继续紧贴 每周又上盘 观众,如果想参加看楼团 想我们帮忙掩楼 甚至想委托我们找店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晚的节目时间够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